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还不速速下载斗破苍蹄路过云蓝提升斗气 从今以后你是本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然后还是蜃楼不停桌梢 直显得些支持的依靠 心中的人恳顾的解药 都忘不了忘不了这国王纠缠围绕 我无愧无悔无怨无畏 颠倒的黑白有跌倒几回 不知归途不知后退 将梦想捍卫 旧人那独行的人在荒野奔跑 用企图相遇去永恒这依靠 铁子肆意便便 颠倒不想银鸯 放手破天堡 就踏破惶惶解破云霄 在云山的带领下 云兰宗终于露出嗜血的獠牙 毫不掩饰其吞并加玛帝国的欲望 为彰显云兰宗无人能及的地位 云山派出弟子 将代表王室驻扎云兰山脚的军队残忍屠杀 随后云山更是以米特尔家族收留萧家为由 大举进攻米特尔家族的拍外城 而这仅仅是云山吞并整个加玛帝国的第一步 他们进展如何了 他们进展如何了 室建秘书 让这两个窦皇的实力得以第二次提升 云山 这次你决不能再放过肖家任何人 云都 少余 多谢宗主赔款 你们二人马上出发 加紧将米特尔家族清除了吧 切记 要把萧家残党搜寻出来 若有势力部长眼敢插手 那就一并除了 是 总主 希望这次 你不要再让人失望了 你们魂殿到底要从萧家找寻何物 不该你问的事情 还是不要问的好 知道了对你没什么好处 修行走 放箭 放箭 干掉它们 救命啊 如果是为了帮萧家 云兰宗又怎会对我们米特尔家族下手 看 我得罪了云兰宗 就是这般下场 杨伟长老 都什么时候了 说这些有用吗 不对不对 听着臭风 好啊 好啊 还冷 米特尔家族的祸事 因我萧家而起 你们将我和萧家一半族人交出去 云兰宗想必会就此罢休 只要能给我们萧家留一些血脉 就够了 年纪不大 却有绝对理智 萧家有此人才 不仇不兴旺 只是 可惜了 云兰宗对我们出手 难道 只是为了萧家吗 之前我就联系过皇室 纳兰家族和牧家 可他们 放心 凭了这条老命 老夫也会保你们无恙 海老 您还在等我三弟回来 我对那小子 有信心 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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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米特尔家族 交出萧家训念 否则了 灭族之时 就在金智 两个洞王 滕山 雅飞 你们带人拦住其他人 他们 就交给我 我 雅飞 你带着萧鼎去守住那院 这里若是被攻陷了 你们便是萧家人最后的防线 是 雲兰宗 和你们拼了 云兰宗 海波东 不要再富于顽抗了 凭你一己之力 还想力挽狂澜不成 十项点 交出萧家残党 云都云叉竟然也进入窦皇界别 不过 他们的气息并不稳 难道云山用了什么秘法 海波东 今日你究竟交不交人 云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丢尽了历代云兰宗宗主的脸 想让米特尔家族屈服 云山他不配 云兰宗众弟子听令 血洗米特尔家族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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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我们只能奉命谢谢 好 今日就算我米特尔家族难逃大难 也要让你云兰宗伤筋动骨 海波东 云山宗主对我们有再造之恩 他要铲除米特尔家族 那你们就必须死 何必与将死之人废话 上 我们之计 尼射 万花兵镜 太爷爷 我们真的不出手吗 哎呀 尤业 你也知道 云兰宗如今的实力 若是惹怒了云山那家伙 可太爷爷 云兰宗的野心 绝不会止步于米特尔家族 我们现在不出手 作是米特尔家族被清除 日后恐怕皇室 云山你是斗宗 再看看吧 父亲 再不出手 必须等 希望日后云兰宗 能看在燕战的份上 放过我那兰家 族长 破旗剑已经目足百值 这里快要守不住了 全部都给我用上 没想到云兰宗的人来得那么快 肖家还来得及转移 我就是肖家最后的防线 想伤害我的族人 除非他过我的事 全兵龙翔 拳兵龙翔 抢 拳 好 去 没想到云查和云渡 竟然已经强盗能和海老丈而不败了 童山 投降吧 念在相识多年 我们会去宗主少你一命 彼特尔家族虽然爱钱 却从没有贪生怕死之辈 就算要死 也要拉上你们两个电背的 冥顽不灵 那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了 大长老 我们要输了 云查长老 云都长老 我们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快波动 你死定了 快波动 OPP pokok 云都长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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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New 狼爺 朋友 小心 云蓝宗之事 你也敢管 找死 快躲开 啊 阁下究竟是何人 爱情报上名爱 三年不及 没想到云蓝宗最擅长的事 仍是以不其手 这位朋友 不要以为我们四人奈何不了你 你便可肆意妄为 在这迦马帝国 还无人敢挑衅我云蓝宗 藏头鹿尾 鬼鬼祟祟的 可不是高人所为 三年了 好 好 云蓝宗 萧家萧炎 回来讨债了 萧炎 你还真是伤赶着来送死 哼 为首刃云山 我怎么会轻易死去 哼 往往的小子 要对付你们 何需宗子动手 我们早就防着 背后开眼的家团事 萧炎 小心点 的 小狗 那是 是 真没想到 他竟然还真的回来了 云兰宗的野心 怕是没那么容易实现了 妖衣 今日过后 甲马帝国与云兰宗一战 是迟早的事 与硝烟多接触 务必让他对我皇室有好感 是 太爷爷 我建议 现在立刻调动军队 驰援米特尔家族 现在出手虽晚 算不上雪中送炭 但总比事后再示好 更有诚意 那么多刀王 小爷 这些都是你的人 我不过是 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罢了 两名窦皇 七名窦皇 很好 没想到刚一回来 云兰宗便奉上了这般大礼 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你想干什么 一个不留 是 硝烟 想要将我们一口吞下 就怕撑死你 云兰宗弟子天令 平死一战 就算凭着最后一人 你要将那米特尔家族 给我号称飞蛊 狠狠的对手是我 走 二哥 跟我来 组长 快走 雅妃姐 三年不见 月光漂亮了 你还舍得回来啊 这三年为了萧家 辛苦你了 对了 你大哥在那儿 大哥 大哥 你的腿 好小子 可算是回来了 大哥没事 不过是腿中毒 瘫痪了而已 手和脑子都没事 当时你小子 怎么短短两年时间 竟然晋级之窦王戒免 这当然是三弟的功劳 不然以我的天赋 最多也就窦灵而已 大哥 这些年 苦了你了 苦得不止我 这三年你又何尝不识 父亲说得对 你就是萧家和父亲的如药 大哥 以后我们萧家 不会再受任何屈辱了 嗯 雅妃姐 让你的人退后 这里 就交给我吧 快撤 四年 净犯土二家独场 速速退去 速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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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 这个家伙 不再是当年那个心刺手软的少年了 这样对他来说 反而算是好事 快逃啊 我可不想死 云兰宗不顾律法 在帝都居中犯事 全部带走 不知该叫你严肖先生 还是萧炎先生 妖夜公主来了 雅妃姐 抱歉了 本想尽早赶来 不过调动兵马耗费了一些时间 嗯 萧炎先生 我代表太爷爷 好 抱歉 现在没时间与妖夜公主续救 大哥 雅妃姐 我先过去看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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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老 我们一起把他们打发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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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白波东 你说敢杀我们 我一定会血腥米特尔家族 云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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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股气息 怎么可能 禀宗主 云府等七名长老的魂牌 刚才突然全部爆裂 怕是凶多吉少了 云都云叉两名窦黄也陨落了 怎么可能 那可是两名窦黄强者 还有九名窦黄呢 这帝国之内 还有哪方势力有本事吃掉他们 绝不可能是米特尔家族 是啊 难道是三大家族和皇室联手吗 是萧家那个不要命的回来了 萧炎 怎么会是他 他还敢回战马帝国 他不是死了吗 就算还活着 也不可能斩杀云都长老他们呢 从先前那股气息来看 他至少也有窦黄皆面 当年本宗太过小看他 让他给逃了 这一次 定要斩尽杀绝 传令下去 从现在开始 云蓝山进入最高几位 任何私床者 杀 是 我之前可是清醒了 小颜的小子在黑角一会的风声吹起 这次 云蓝宗的麻烦可不行了 本宗要杀他 亦如反掌 等我将他擒住 会让他试试生不如死的滋味 我不管你与他之间的恩怨 这下子回来得真好 免得我们还要去黑角于寻探 不过 听说硝烟体内 有着药尊者药臣的灵魂体 到时候 药臣就要给我们对付 你只管擒住硝烟 放心 我会把硝烟的斗气废掉 再交给你处置 最好不要心理 不然下场 恐怕会格外吃惨 七十五 没事了 我们赢了 是小爷 太好了 你的二家族赢了 他家族赢了 我们怎么回事啊 走 我打出来了 好 好 好 海浪 这三年 多谢了 哼 你这小子 离开三年 怎么变得婆婆妈妈了 当年小子答应你老的报仇 扑灵子丹 他能让你恢复巅峰实力 还请见谅 这枚丹药 拖欠了三年 这一天 我也等了三年 亏你小子还记得 是 除了这次被杀的云叉和云都 云兰宗 恐怕至少还有不下三位都慌 经过探查 云兰宗内有着别的神秘势力 或许这便是他们强者众夺的原因 魂殿 除此之外 最头疼的还是云山 光凭我们这些窦黄 恐怕 光凭窦黄 确实不能掀翻云兰宗 哼 忠丹好像没有草药啊 美肚杀女王 不准再偷拿别人的药材 否则马上把你送回去 这个 刚才你们打得激烈 我便带着紫言到处转着 偶然间 发现了些好东西 对 对 对 抱歉了 海浪 他们俩竟然 将主意打到米特尔家族身上来了 没事 既然喜欢 那便送给美肚杀女王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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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哎 哎 小子 你有了美肚杀这张底牌 那云山不足为剧 这尊大神太难行动了 还是别对他 抱太大希望 云山我会来出手对付 至于他忙 看他心情吧 既然要对付云兰宗 那这几日 我们尽量与纳兰家和穆家 以及炼药师工会和皇室 取得联系 尽可能邀请他们联手 毕竟伐马 嘉兴天 实力都不俗 我们几人联手对付云山 比你的成功率还是大一些 三弟 海老的建议不错 想要清除云兰宗 光凭你的人手还远远不够 联手更为妥当 少爷 你与云兰宗的恩怨 打算如何了结 不死不休 我要云兰宗 在加玛帝国 彻底消失 帝都的几大势力 均已联系好了 炼药师工会一向自取中立 便定在那里与他们商讨吧 短短一日 还老就将商议大事安排妥当 辛苦了 这些不算什么 但要清除云兰宗 必须要解决一人 谁 丹王骨盒 丹王骨盒 六瓶零药师 若是他要帮云兰宗 恐怕光是帝国十大强者 他就能招来五人以上 尽快通知下去 是 是 海浪 萧嫣 看来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怎 怎么了 只是 想到了三年前 我萧嫣不会知人不罢 当年你和海浪舍命相救 此情定会百倍偿还 雅妃姐 你的任何要求 只要我能够办到 就算你要当女皇 我也定会鼎力相助 姐姐对女皇可没兴趣 倒是这次会谈 帝国几大势力都会到场 你可要小心应对 萧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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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 一个朋友 你叫她彩玲便好 原来你就是彩玲小姐 果然貌昧非凡 难怪 会在萧嫣弟弟身边 雅妃姐 今日怎么有点奇怪 正事不办 在这里啰嗦什么 我 雅妃 今天家族所有的拍卖场 将将再度开启 这事还需你去盯着呀 嗯 小家伙 这次的商谈 可别意气用事 能拉拢一个帮手 就算一个 如今你身上 可不仅仅挂着萧家的命运 别忘了 你还欠姐姐一个承诺 你们先忙 我这里 一有云蓝宗的消息 便会立刻通知你们 辛苦亚非几了 我们走吧 炼药师工会 你自己去吧 这女人今天怎么阴阳乖气的 不是说好了去领药师工会吗 女人都喜欢吃醋 走吧 去见见那些老熟人 你先去工会大厅 我要去准备点东西 嗯 老板 这些都给我包起来 好嘞 便宜点喽 我可是老主播 不行不行 现在地独要成这样 这好东西 只有我这有 五百金币 爱买不买 再人啊 这个价格谁会买啊 嘿 你不买有的是人买 一个云蓝聪 让中立的令药师工会 也不代表了 别说是了 您过为工会长老 想必不会跟我这个小辈 一般见识吧 晚辈已经先跟店家定下了 这枚冰火蛇灵果 您何必自降身份 横插一脚 雪妹 这交易区的买卖 本就是不分先后 价高者得 我出五万金币 除非你出的价更高 不然 这便是我的 二位能看中这枚冰火蛇灵果 是小店的荣幸 可千万别因此伤了和谐 这丫头是谁 竟敢跟令药师工会的长老征 是啊 这位复原长老可是五品烈药师 这五万金币可不是小钱啊 是啊 我出十万金币 购买这枚冰火蛇灵果 你 你不是呗 伏兰科大师还好吧 老 老师他很好 你怎么回来了 赶快离开这儿吧 云南东海 放心 没事 哪里来的爆发户 想移植千金币美人像 也别糟蹋了这药材 既然是价高者得 那我出十万金币 这 这 你的老师是谁 怎叫你如此没礼貌 没想到如今令药师工会的长老 不仅仗势欺人 还以老卖老 哼 鸭尖嘴利的小子 今日我便代替你老师教导你 什么叫尊师重道 堂堂副长老竟然不顾身份 对一个小辈成熟 这位副长老 可不仅是五品烈药师 更是斗王强者 这年轻人 是他 混账东西 我的老师 你还没那资格来带他教导呢 烦马会长 细看够了吗 再不现身 只怕工会 今天就要少一位五品烈药师了 小颜小兄弟 好久不见 没想到短短三年 小颜这个名字便这般响亮了 难怪当年老师说 他日后的成就 必定不凡 你放心 今日之事 老夫定会妥当处理 人已经到齐了 大家都在大厅等着你呢 那走吧 我还有事先走了 替我向富兰克大师闻声好 好 诸位 三年不见 可都还好 小颜小兄弟 没想到三年不见 你便有了这般实力 真是令老夫惊叹哪 家老风采依旧 小颜小兄弟 快请上座 这家伙是怎么修炼的 实力提升竟如此之快 今日请诸位一续 所谓之事 想必大家也多清楚 那我就不绕万字了 云兰宗灭我肖家 此乃血仇 不可不报 我肖颜与云兰宗 自然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可对付云兰宗 也并非我一家之事 今日照诸位前来 便是想与大家联手 清除云兰宗这帝国独留 云兰宗如今的确很强 不过这似乎 与我们并无太大的直接冲突 我回来时途经正轨关 恰巧碰到了云兰宗的长老 欲夺统领之位 若他成功了 恐怕这些帝国军队 便会沦为云兰宗回乡 怎么可能 先任正轨关统领名叫木铁 恐怕一两日后便有消息传来 以云兰宗的野心和势力 既已对皇室出手 诸位 你们还能够独善其身吗 所以叫大家前来 无非是给诸位加把火 如今的帝国局势 已不容许什么中立 我既然要和云兰宗决一死战 那就绝不容许出任何车子 在决战之前 诸位得给萧元一个立场 尼特尔家族会站在萧元这边 因为老夫知道 投靠云兰宗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毕竟现在的云山 萧元先生 不知道您对此战有几分胜算 胜负无五之分 虽说你这次带来不少斗王强者 可云兰宗的实力远不止于此 不说斗王强者 但是那云山就不好对付 斗王强者 我自然也有 斗宗强者 当然也有 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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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您怎么出来了 若是当初没有退婚 反正迟早会被人知晓 除了没斗杀之外 萧嫣竟然还要斗宗老师 还好我们站在了萧嫣这一边 你便是当年那个小炼药师吧 我还记得你 多年不见你倒也有些本事了 您 您是当年那位老先生 当年我游历大陆时与他偶遇 见他有些天赋便兴起点拨了一下 啊 先生点拨之恩 伐马 誓死难忘 这老者究竟是何来历 好了 你们还是谈正事吧 我就不多讨扰了 不过我这弟子所言不假 生死决战之前 诸位可要想好立场啊 大家可想好了 先生对我有恩 小炎小友既然是先生的弟子 那炼药师工会定会全力助小友 迎战云兰宗 我穆家也愿助小炎先生一臂之力 小炎先生的实力 既然能与云兰宗比肩 只怕清除了云兰宗后 您就会成为另一头猛虎吧 若是如此 那我皇室的处境无论何时 都没有改变 就算我日后成了猛虎 我萧炎也敢当众人向皇室保证 只要你们不动心思 我就绝不会做出云兰宗这种多国权之事 妖夜公主 你也要明白 若我不出手 少则几月 多则一年 皇室便会彻底毁于云兰宗之手 所以莫要以为是萧炎在求着你们合作 妖夜年轻 做事尚有不周之处 还望萧炎先生勿怪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我皇室也不能排除在外 定会倾尽全力剿灭云兰宗 纳兰家自然也与诸位共进退 是雅妃传来的情报 说了什么 情报上说 云山准备在云兰宗给古河和云运办一场婚礼 既然来了 那便现身 何必鬼鬼祟祟的 没想到 你窦气虽然被云山封印 她感知依然如此灵敏 我原以为你是君子 没想到 你也会做出趁人之威的事 我没有 这都是云山的主意 只是我无法拒绝 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我只把你当作朋友 是因为萧炎 不要胡说 云运 我又不是傻子 云山已经告诉我了 你和他其实在塔戈尔沙漠的时候便有征兆 只是我没想到 没想到我竟会输给一个矛头小子 你不用管我什么原因 我只问一句 你究竟拒不拒绝老师的提议 我配得上你 而你和萧炎 绝无可能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说过 我不愿意的事 就算是老师也不可能让我低头 你若真要执意而行 最终也只会得到一具尸体 我骨骼堂堂丹王 只喜欢你一人 而那萧炎一个矛头小子 他有什么值得你这么惦气 萧炎已经回加马帝国了 你先别高险 萧炎想要对付云兰宗 无疑是唐帝当车 婚礼结束后 我会请云山将你体内的封印解开 然后带你远走高飞 婚礼在什么时候举行 两日后 既然如此 那两日之后 便是与云兰宗的决战之战 这么快 诸位应该很清楚 骨骼在帝国的威望 若他真的投入了云兰宗的阵营 那此战必会极其麻烦 没错 若是拖延到婚礼之后 只怕将会有诸多强者闻风赶来 加入云兰宗 两日后 皇室定会助你奋力一战 既已定好大事 那便请诸位这两日做好准备 萧炎便先告辞了 这两日不见你人影 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 没拿到护魂丹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的 你还想杀我吗 我难道不该杀你 那是 等约定的时间一到 我就会给你炼制复魂丹 到时候究竟吃不吃 也全看你自己 吃了后 吞天蟒的灵魂就再也不会影响到我 届时 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真是这样吗 你对我下不了杀手 真是因为吞天蟒灵魂的缘故 我可不信堂堂梅渡沙女王 会被小小吞天蟒的灵魂 影响到这种地步 萧炎 难道你还以为 本王对你有别的感情 不敢 这次决战 我也没有必胜地把握 稍有不慎 可能就死在云山手里了 到时候 你或许用不着 傅魂丹就解脱了 你若真的死于云山之手 我会感谢他的 生死成败 各安天命吧 他这么快 死于云山之手 也有什么事 那他就不想了 他就不想了 他就不想了 今日过后 你便是我云兰宗的人了 以后这偌大的宗门 也只能依托给你了 岂敢岂敢 宗主已是斗宗强者 日后成就不可估量 云兰宗在宗主的带领下 想必会越发昌盛 萧炎那小子 与云兰关系暧昧 如今知晓我取消的这桩婚事 恐怕今日便会杀伤云兰宗 我不会让任何人 破坏我和云兰的婚礼 宗主 今日婚礼之后 还请解开云兰体内的封印 我想带她出去走走 到时候 她若是想通了 便能理解宗主对她的苦心了 这是自然 毕竟云儿是我一手养大的 我也希望她能幸福 你愿意感到我 是自然 愿意想通了 我愿意想通了 我愿意想通了 你愿意想通了 你为了拿龙骨盒 轻舍地将云云进了出去 我这么做 不过是想借这位丹王之手消耗硝烟 等他们两败俱伤时 我们便能坐手于渔翁之力 这倒是无所谓 不过你可别把骨盒给弄死了 看着家伙的灵魂力量 定然又是一个优秀的灵魂体 骨盒身为六瓶莲药士 对我云蓝宗的好处极大 怎么 你还不乐意 云山 我魂殿能让你从当年冰死的地步 达到如今的斗宗势力 那便能再次让你一无所有 记住 你现在的一切 都是魂殿赐予的 魂殿对我有大恩 我自是不会忘记 既然魂殿对骨盒有兴趣 那等事成之后 任悟护法收走他的灵魂便是 魂殿赐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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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灯护法就等着看着一出豪行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蓝宗真是大手笔啊 没想到那么快啊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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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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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在此宣布 将爱徒云运嫁于丹王骨河 吉时已到 大婚开始 一拜天地 慢着 云山公主 何必如此嘲急 今日办的是喜事还是丧事 可还没定理你 硝烟 你不过是一只丧家犬 还敢再次大放厥词 不过是一只丧家犬 不过是一只丧家犬 我们当嫂子吗 好 好 好得很 既然你们有这般胆量闯我云兰宗 那今日便都留下吧 你为何总之正在意消炎 消炎 今日是我大喜之日 已经率人上云兰宗捣乱 未免太过嚣 未免太过嚣张 云兰宗毁我肖家 便不嚣张了 云兰宗强行剿灭米特家族便不嚣张了 既然你云兰宗敢肖章 既然你云兰宗敢肖章 那我消炎 有何不敢 你 我与云兰宗不死不休的生死之仇 今日前来 便要彻底了结恩怨 你以为云山 是真想把云玉嫁给你 哼 他不过是为了拉拢你这位丹王 以及你身后的侍女罢 是 那又如何 我真心爱慕云啊 也愿意为了他 加盟云兰宗 云山的云山 为了拉拢强者 你竟对自己的弟子都用这般美丽手套 当真是一位死尸啊 哼 当年让你侥幸逃脱 这次我定会抓住你 把你的舌头连根拔了 宗主 今日之事 与我有莫大关系 此人 请交给我 这广场上有不少与骨河交情颇深的强者 若他有插手 其他人 只怕不会凶手旁观 嗯 是有些棘手 放心 这是我萧家和云兰宗的恩怨 所有妨碍我的人 都是我萧炎的敌人 即便是你骨河 也不例外 哼 动手吧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加玛帝国最杰出的后起之秀 能强到哪儿去 十招之内 你若不败 我立马撤兵 不过 你若是撑不过十招 那今日我与云兰宗之事 你休得再插手 好 我骨河便应你之战 接你施召 我要在他面前 将你击败 哼 云兰宗啊 一阶 千燕剑钢 Alban 小妍 如果你没出现 那今日我便能得偿所愿 不过 只要败了你就还来得及 你既执意要做云山的枪 那我自然也不会留情 我自然也不会留情 有那自火消除 骨盒的战力至少能媲美四五星动画 萧炎 已经八招了 八招以后 看来萧炎是赢不了 果然哪 也不过是个狂妄的矛头小子 解决你 两招足够了 萧炎精也是窦黄 没想到能看到两个窦黄大战 虚张声势罢了 虽然战力堪比窦黄 可实际根本没有突破 想在十招内打败骨盒 无疑是痴人说梦 若如今还只能借他人之力的话 萧炎 你的下场一定比三年前更惨 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 四方弹音 给我出来 骑虎 醉剑沿 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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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炎 结束了 最后一招 孤鹤 孤鹤 孤鹤敗了 依他的性子定不会当众出尔凡尔 也算是少了一个心头大患 等会儿大战开启 一定要拦住云兰宗的长老们 不能让他们形成合机阵势 至于云山 就照硝烟说的 交给他吧 你赢了 是 云月 或许你的选择没有错 我的确不如他 云山宗主 孤鹤认输 必然要履行诺言 不再插手你们双方之事 至于这场婚礼 也请宗主撤销吧 告辞 只当我们离开了 那我们也 先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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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炎 我不得不承认 已知三年前你长进不少 所以这一次 我绝不会让你活着下云兰山 嗯 不愧是斗宗强者 云兰宗众人听令 今日的入侵者 沙无赦 一个不留 是 云山 你大可不必说什么沙无赦 你害我父亲失踪 毁我萧家之仇 本就不死不休 混账东西 你该庆幸你爹没在我手中 不然定要好好折辱他一番 才能消我心头之恨 啊 老师 你 云山 我们父亲到底在哪里 哼哼哼 在一个你永远救不了他的地方 他在魂殿手里 是吧 你竟知小魂殿 哼 想必是你体内那个灵魂体 告诉你的吧 他竟知道老师的存在 果然有魂殿有勾结 所有弟子结阵 是 是 你 你 就让本宗主来试试 你这三年长进了多少 天哪有三玄变 琉璃变 你说 烟火三玄变 琉璃变 琉璃变 秉矿 十方 这个秘方 就让本宗来试试 你这三年长进了多少 今日不管你有多少手段 本宗都会让你后悔再次回来 你的速度的确极快 你的速度的确极快 可惜只对斗黄有用 对本宗却 那是这样的 双翼叠加 云山 你现在还敢做没用啊 速度还行 可惜力道差点 有引擎 霜霜 这招你三年前就用 慢慢 招式相同又如何 照样让你报受 好 好得很 自从我进入斗宗以来 你是第一个在我身上留下权盈的人 既然你能达到这本地位 本宗今日便让你坚持 谁叫做真正的道宗强者 这个家伙早就有他说过 只要拖住云山便好 他的势力 我在内远大城的苏牵之下 恐怕 我有财力与这匹配 一火啊 这便是你的仪仗 那你今日 可怕要失望的梦 嘿嘿嘿 好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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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谁 加玛帝国何时出了这么为强者 萧嫣最强的敌牌 终于亮出来了 萧嫣 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当年我就察觉到 这家伙的力量很古怪 若是当年 本尊只叙一句话 你这云蓝宗 便得在斗气大陆除名 本尊 面前这个老家伙 竟然是名斗尊 不管你当年有多强悍 自会有人来对付你 区区一具灵魂体 也敢如此嚣张 你既陷了身 那今日就陪萧嫣留下吧 凭你吗 凭我或许不行 不过 有人等你许久了 这 这是什么 为何是隐藏了这个不唯一的东西啊 孙风 这不气息 是之前那家伙 他果然苍匿在宗门内 和老师究竟是什么关系 物护法 此人便交给你了 好 护法 雅臣 没想到 你还真心请宿上门外来 当年你只要去头角后 为了仇你 我魂并可费了不十地歇息了 一群老鼠般的怪物 当年你们住寒风的畜生对我出手 这债 我们今日也好好算算 哦 你拥有肉体 但无法获取安心与存分 可你如今人模样 对付灵魂体 我魂殿有的是手段 云蓝宗果然藏有魂殿强者 这家伙很强 即便是我出手也很难击杀他 萧嫣 我不能费事报名吧 一切小心 老是全心对付那家伙 云蕾由我来对付 误护法 那药臣便交给你了 您可别把这小子给弄死了 他们萧嫣还有我们魂殿需要的东西 嗯 放心 我会留他一口气 难道 魂殿的目标是那块妥蛇谷地狱 他们抓父亲 也是因为这个 把你钱拿回去 想必定能让殿主打起 是 我倒要看看 现在还有谁能帮你 这下无法保证 你没有人的 我记得 还没时候 是有能力了 你没有人的 你不决定 你不决定 我会把你帮你帮来 你不能决定 你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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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不决定 你不决定 莫药 你不决定 难怪当年你能逃脱魂殿的追捕原来是靠火 你魂殿对灵魂体的克制手段对我没用 拿出真正的实力来吧 不然这云蓝宗里便是你葬身之所 请你一个灵魂体想要杀我 杀我弄他 翻断魂殿 这老家伙果然厉害 难怪魂殿出动了三位后法 还是被他给逃掉了 不过还倒是那几个家伙话不真 没想到几人还真棘手 云神 速速解决硝烟 本来想细刷你一番 可惜情况不允许了 那就一招解决了你吧 得赶紧把这小子解决了 不然等到老家伙腾出手来 那可不妙 风插烟缸 要看几人 爱三尽 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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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本宗还是小看了你 先前那道斗技 截别不低吧 所需要的斗技也极为庞大 现在 还能再施展几次 是不多 但足够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重伤 是吗 你那道斗技威力确实不可小觑 不过凭这就想击败本宗 恐怕是痴人说梦 斗宗的势力果然不凡 以我如今的势力 施展开山因并不传说 想要一举将他击败难度太大 老师虽然隐隐占据上方 但他终究是灵魂体 无法与斗宗强者持久抗衡 只要偷到海老他们腾出手来 拼了 受死吧 就是现在 文化了 狐狸连心火 这梅阶这里藏了一缕古灵轮火 大战士若有魂殿之人 我恐怕无暇分身雇你 就当作防备吧 多谢老师 该死 你又要来这招 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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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的恩怨便在精神了结吧 续吧 防火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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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 防火莲 嗯 所有人快撤 撤 住弟子 立刻撤退 都没事吧 不知道萧嫣怎么样了 原以为我已经高看他了 谁料这家伙还藏了实力 岂能与斗宗强者相战 要超越他 只怕是不可能了 那家伙在火烂里 恐怕自己都逃不掉 小岩 你究竟创造了一种何等可怕的斗� 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斗� 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斗� 老家伙 没了身体还能这么顽强 不愧是文明大陆的要尊者呀 凭你想夺老夫的灵魂 没那么容易 是吗 你还真当本护法好对付 竟然没有将你牵纳回魂殿 电竹对你的灵魂 可是岂敢信决 魂殿那些对付灵魂的办法 确实对我十分不利 那是宗主和萧嫣 那萧嫣不过窦王巅峰之力 只怕已经断气了吧 萧嫣 是萧嫣 云山 云山老贼 我当年说过 一定会后悔 让我苟延残产地逃走 这笔寨 硝烟尽了三年 今日 我尽数奉还 哪里跑 哪里跑 这一拳 令我先替我护士打的 这是替我死去的小家俗人打的 这是为你害我大哥 阿图安打的 这是为你害我二哥 小命将军打的 拳 一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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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岩 打下去 小岩 打下去 打呀 责战胜负 就在这一拳之间了 萧嫣不会让人失望的 萧家的血债 必须有人来偿还 走 宋主 宋主 萧嫣赢了 老师 我成功了 你也太疯狂了 这身伤 怕是要养好久才能康复了 快 把那家伙的尸体收走 动作强者的骨骸 好 药臣 你速度太慢了 找死 谁找死 还说不定呢 中龙 哦 本护法说过 今日无论如何 也要将你药臣秦为温殿 九三百世魂 死 死 死 你怎么还都没有了 你怎么还真的有疑狂 你怎么还在那儿 是雲閃的靈魂 魂殿果然心狠手辣 行事不擇手段 竟然強行吞噬鬥鬆的靈魂 今日之事 只怕步驟善良了 不能讓它順利吞噬 走 走 教臣 丹廷移 可還破不了我換點秘法 老師 如今雲山已失了 這雲南中 也失去福祉的必要了 是時候收回一些東西了 怎麼回事啊 快住手 將他們的靈魂放過來 殺死 到處 殺死 終始兩命 雲南中所有弟子 直逝時傷浪其力 節鎮 风铃分行剑 渊然 你怎么在这时出关 我闭关 听到这边有打斗动静 所以突破生死门后 就立刻赶来了 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燕燕,明兰宗怕是要完了 怎么会这样? 是你,萧颜 燕燕,你师祖一时糊涂对萧家做了错事 明兰宗的敌人不是萧颜 而是她,她才是一切罪孽的源头 我事后再与你说 现在,我必须为老师和长老们报仇 燕燕,帮我掌控阵势 叶燕赴日阵 恶魔,受死吧! 凭这破阵,就想对付本护法 好 好 好 这下麻烦了 那才我封锁了这片空间 好 该死 好 去吧 烦人的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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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云蝇 就算我斗气尚未恢复 也只能强行参战了 到时 并会累得老师分身来护我 那家伙吞噬了太多强制的灵魂 现在实力已踏到巅峰了 就算今日我们所有人联手 恐怕 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让老师落入魂殿手中 嗯 尽力而为 能教的 我都交给了你 其余的 便只能靠你自己了 好 老师 你 今日这一劫 我云蓝族 只怕是逃不过去了 不用着急 今日 你们二人谁都逃不掉 要臣的灵魂我要 这萧家之人 我也要 这家伙之前的实力 就和老师不相少下 如今他吞噬大量灵魂后 更是战力暴战 你 和他拼了 这里交给我来吧 你去海坡东那边 老师 放心 即便他实力大涨 可想要杀我也不容易 老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老师的用心 你还不明白吗 难道你想辜负他不成 老师 本护法说过 即日你和他 谁都跑不掉 想动他 你得先收落我 才行 哼 可惜 想要老夫的灵魂 不付出代价 恐怕 还真没可能 代价 本护法已经付出了 现在当你卸上灵魂的时候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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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颜 别请你互动 这道鱼死网破的时候 拼死 我也要再用一次风怒火烈 绝不能让他毁了老师 大不了拼了这条命 好 过来 我 快 糟 凌晨 老师 别去添乱 不愧是万物打了我的药仓者 一举灵魂提到这么两肯 不过这样的战斗 你还能坚持多久 老夫也不信你这状态 你一直持续下去 我当爷傻 有个熟到前来的软狮子 却要找你这个带死的家伙 帮我一方 滚开 小子 乖乖将你小姐的东西交出来 本物法还能让你死得痛快点 是是神 帮我一一里 救命 神最先 têm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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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我暗门 她的命是我的 在我收取之前 谁都不能动 哼 臭死 不用担心 有梅毒杀在 老师 快 拜托你一件事 想要我出手 保护你那位老师 你若能做到 我这条命 交给你也无妨 难 这人实力太强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未能做得到 未能回事 这人实力太强 命的 若是要护你 便无法分身去护霓老师 那 那你与老师联手呢 霓老师已受伤了 和我联手也难与此人抗衡 若是被此人抓住破绽 再次出手其名 那便无人能抵挡他了 你不用管我 快去帮老师 他快支撑不住了 行吧 就照你说的 多谢了 这份情 小言紧急 本王和你可没什么情 不过是为了复魂丹罢了 滚远点 别让我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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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人实力都是不弱 看来只能用内招了 可惜啊 道宗强者的灵魂可不是那么好找的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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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还有一把我杜宗强者的灵魂 快阻止它 三拨万象 还之葬礼 将军 绝对 什么 回头 快跑啊 快跑 所有人都在岸地 不要乱走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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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引爆云山灵魂 不会就造个黑幕吧 只怕没那么简单 这片黑暗中 酝酿着一股极为可怕的能量 好强的灵魂波动 老师 原神灵魂爆炸的能量 都在他的控制下 老师和采离他们 伤你怎么了 好可怕的灵魂威亚 小臣 本人无法说过 几天你难逃我手了 哈哈哈哈 快你就呆在那吗 小家伙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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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时间了 这缕古灵冷火的本缘 我留给你 若若我遭遇不幸 他在你额头上的火焰 就会自动消失 日后若是遇见我的老友松尊者 将我的戒指给他看 他会帮你 放心 稳定神灵魂 我的灵魂也没那么容易 日后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再相见 但你 老师 在没有实力之前不要乱来 想要救我与你父亲 你更不能有死的好意外 这下可没人救得了你了 你是为师最骄傲的学生 老师 老师 我对你 一直很满意 老师不能继续陪在你身旁了 日后 你却不要依靠自己了 你也不是那个需要老师 你一直跟在身边的小男孩了 拿下了 小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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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也来陪你老师吧 不好 小严 快走 来吧 小严 快走 小严 沉 呃 啊 时间不够了 混蛋 把老师一让出来 下剑啊 跟我走就是啊 啊 美毒蛇 小子 今日算你好运 想要你师父 就来红殿 本无法等着你 今日 便先到此为止吧 老师 啊 啊 你要是在被抓 那就没人能救他了 老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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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救他 就努力变强大 他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不要让他失望 而且 你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小家想要在加玛帝国振兴 还得依靠你 是 是 是 芸蓝 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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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炎他 他的兩位之情 我直接或間接地回於玉岸宗 這仇恨 根本就沒有調和的可能了 你 你還想怎樣 我想怎樣 雲岸宗如我父親在前 唯我小家在後 如今更是害我老實被魂殿抓走 你還問我想怎樣 老實這些年所做之事 的確對你傷害很大 可雲岸宗已經成了這蠻樣子 難道 就不能收手了嗎 只要雲岸宗還存在於加碼帝國 我就不會收手 血債 只有用血才能洗狀 如今雲岸宗被毀大霸 老實生死 長老弟子實不存異 難道還不夠償還血債嗎 不夠 不夠 不管如何 我都是雲岸宗的宗主 你若執意要毀滅這個宗人 那就先將我擊敗 雲岳 與你現在的勢力 這應該很容易 小顏 你傷勢太重了 要出手的話讓我們來吧 我自己來 老實讓我來吧 小顏 對這三年發生的事我也很遺憾 你不是雲岸宗弟子 你若要毀掉雲岸宗 你給先去拜閣 你我的恩怨 三年前就結束了 雲山勾結盆街給我消架出手 你給我多心 你害我老實被斬 這些血仇 你難免得 你死了 你死了 死了 你死了 夠了 你 小顏 不要傷顏仁 小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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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爺爺 雲嵘宗的防禦已禁數拔除 只要一生令下 別急 看小顏的意思吧 拔云蓝宗的所有人 你真要赶尽杀绝方才满意吗 那我肖家的血丑 谁来还 如果真要毁掉云蓝宗 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吧 你死了 求你让我肖家人复活 你死了 求你让我父亲和老师都回来 我并非是拿我的命求你饶过云蓝宗 我知道 如今的我并没有这种资格 但身为云蓝宗的宗主 若云蓝宗真的被杀得鸡犬不留 那我也无言活于世事 事后只能自我一切正为做事 小颜 云蓝宗守恶云山一除 他与魂殿的勾结 恐怕其他门人并不知晓 他与魂蓝宗 那我当然不惊不 你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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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内 皆三云滥踪 否则 鸡犬不留 魂殿 你们对我肖家 还有老师做的一切 总有一天我都要找回来 萧炎少爷 萧鼎少爷和萧丽少爷 过来了 你小子终于肯出来了 大哥 二哥 伤势痊愈了 这次伤得这么重 哪有那么容易啊 慢慢来 不着急 只要别留下后遗症 一切好说 你是萧家最重要的人 可不能出岔子 对了 云兰宗如何了 宗门人数解散大半 不过还有不少人 想必还要半个月 才能彻底解散 这次算是便宜他们了 熟恶已死 报仇和震慑的效果都达到了 让他们解散是最好的 否则真要血洗了云兰宗 反而有害我们萧家的名声 大哥说的是 我在黑巧遇待久了 与正常人的想法有些脱节 三弟 我知道你做这个决定 内心也很矛盾 不过我觉得你没做错什么 而且是因为你 我们萧家才有今天的翻身 所以无论你做何决定 萧家人都会亲力拥戴的 大哥 我明白的 你若对那云云有情 便找机会带回来 见见我和你二哥 他并未参与云兰宗 对我们萧家的行动 我们不会介意的 我 我跟他 只是以前历练时 不过已经过去了 二哥所剩时间不多了 得抓紧时间看看 老师留下的师生丹解除方法 小家伙 你身子骨倒是硬朗啊 还以为你至少要休养一个月 才有说话的力气呢 你的气息 这次虽然受伤极重 可以让我隐隐摸到了 今生窦黄的屏障 运气好的话 或许不久 就能尝试冲击一下 这场大战虽然让你受伤极重 不过也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 算是意外收获吧 等你伤势痊愈后 好好闭关一次 看看能否顺利突破之窦黄 对了 你派人通知我过来 可是有事 我想问问海老 可曾听说过魂殿 魂殿 出现在云蓝宗的那人 就是这个势力的强者吧 我以前从未听过这个势力 不过你养伤期间 我让雅妃做了些调查 目前只知魂殿势力庞大 形式神秘诡异 仿佛非常喜欢捕猎 失去肉体的强大灵魂体 我父亲和老师都落入他们手中 而且魂殿似乎对我萧家很感兴趣 事后或许还会遣强者前来 果真如此 你们都必须尽快强大起来 建立岂能与之抗衡的势力才行 但这魂殿 恐怕放引整个斗骑大陆 都算是吉祥的势力 我们白手起家 想与之抗衡谈何容易啊 白手起家倒不至于 以硝烟如今在加玛帝国的声望 只要朕必一呼 自有无数强者附庸而来 至于其他几大家族 不过趋利而行罢了 可这开宗立派的事并非我本性 且我 三弟 这些东西你不必亲理亲为 即使我自会打理 你只管安心修炼便可 既然如此 待我伤势痊愈后 麻烦海老 帮我联系下法马会长 以及吉大家族组长 行 云云已经遣散了云蓝宗圣羽的弟子 日后 云蓝宗这三子 不会在加玛帝国史书上 留下支言片语 虽说云蓝宗这头蒙湖倒下了 可又来了一头实力更强的年轻雄尸 不知道这对于加玛皇室来说 是祸还是福 这也是我们的计划 但凭皇室并没有和云蓝宗叫本的力量 可云山一日不除 他日一定会对皇室下手 那时可没人知道了他 云山的野心人尽皆知 他死不足心 但我接到消息 萧炎有意在帝国内组建势力 到时候怕又是一尊云蓝宗 此时你可有想法 单凭萧炎一人 就有跟斗宗一战之力 更何况 他身边还跟着那位美渡沙女王 如今萧炎已然得势 只要我们稍有敌意 恐怕会引火烧身 云蓝宗不就是个例子 但我们也不能坐视萧炎的势力 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经此一议 萧炎的心性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他行事终归不似云山的般狠辣 他有对云蓝宗赶尽杀绝的实力和理由 但却没那么做 这一点确实有别于云山 既然萧炎重情义 我们如今的实力又无法动摇他 倒不如用怀柔之策 或许对皇室来说反而会有弊异 你的意思是 不仅不阻碍萧炎组建势力 还要尽量帮他一把 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没了云蓝宗 如今的加码帝国 在斗气大陆的实力和地位 都会迅速下降 扶持萧炎确实是皇室和帝国 最好的选择 就照你说的试试 希望这小子不会像云山那样 否则 即便是拼得两败俱伤 老夫也叫他逃不了好果子吃 太爷爷一定不会失望的 你这丫头 怎么对他这么有信心 莫非喜欢上那小子不成吗 哪有 你找个时间 带皇室去慰问一下萧炎 顺便将皇室的意思透露给他 加码帝国的确需要一个强大的势力和强者 现在看来 只有这家伙最合适的 太爷爷放心 妖业一定办妥 对了 你派人去打探一下出云帝国的毒宗 这个神秘势力 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 只怕会在将来的宗派大会上脱颖而出 多知道一些情报对我们没有坏处 所以你早派出大量探子前去探查了 但只得到两个字 毒女 毒女 小家伙 世生丹过于霸道 要想一举解除 我义无良方 不过也别悲观 只要暂时延长服药者的生命力 令其在此期间突破之窦黄 那么世生丹的药性便自然就能解除 老师这方法倒是不难 这下面是增强生命力丹药的丹方 清明寿丹 六品丹药 能够提升近十年寿命 一生只能服用一枚 炼制材料 清明果 寿亡浆 万年青藤 老师 只要活应还在 老师就还活着 老师 我会尽快提升实力 让我将你和父亲解救出来 解决世生丹药性的办法有了 不过炼制清明寿丹的药材收集 怕是要花费一段时间 萧炎少爷 妖夜公主来见 知道了 她来做什么 萧炎先生 想要见您一面可真不容易 妖夜接连几次拜访 总算在今天见着您了 不知 妖夜公主前来所为何事 萧炎先生 帮我皇室 除去一位心腹大患 妖夜前来探望 难道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那萧炎谢过了 妖夜公主请坐 妖夜公主 不是单单来探望吧 妖夜听说 萧炎先生 准备在加玛帝国创建势力 没错 我萧家仇人不少 而且都不是泛泛之辈 要想保护族人 必然需要足够的力量 萧炎先生要组建势力 帝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势力 来作为代表 既然我们目标一致 那加玛皇室很乐意 助您一臂之力 如此 皇室需要我萧炎做什么 皇室别无所求 只希望云兰宗之事 不要再发生 好 妖夜公主大可奉心 萧炎不是余人 只要皇室不是萧家的敌人 我萧炎 自会记得皇室的相助之情 必要时 也定会出手相帮 萧炎先生的品行 我自然是相信的 至于势力组建的细节 等我有了眉目后 我们再约时间细说 既然如此 那我便静候佳音了 这些是太爷爷 让我带来的药材 想必对萧炎先生 炼制疗伤丹药有帮助 还请收下 家劳有心了 烦请公主替我问候家劳 萧炎先生的问候 我定然带到 这就不打扰萧炎先生清修了 告辞 公主慢走 皇室这手笔倒是大方 看来皇室 并不抵触三弟组建势力 不是不抵触 只是忌惮三弟身边的这帮强者 否则 皇室这些年 吃够了云兰宗打压之苦 定会百般阻挠 新兴势力的崛起 不管如何 有了皇室支持 组建起势力来 也能少去许多麻烦 我建议组建势力 最好把帝国几大家族 和炼药师工会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联盟 这样省时省力 还能在帝国内 吸收天赋不错的新生血液 培训出属于联盟的强者 这些细节 大哥你看着办就行了 如果培训新生血液 需要功法斗技这些东西 交给我便行 你这小子 现在就开始想做甩手掌柜 对了 你伤势如何了 再过几日时间 应该就痊愈了 嗯 等你伤势痊愈 我便回黑角域 萧门还需要我去掌管这 萧炎少爷 纳兰小姐求见 她来干嘛 请她进来 是 纳兰艳然吗 说起来 我和大哥 都还没好好见过 这位差点成为 我们弟妹的人呢 那些恩怨 早几年前三弟就了断了 你便不要再记挂于心了 纳兰小姐 请坐 不用了 老师要离开迦马帝国 临走前 想见你最后一面 离开迦马帝国 请跟我来吧 这样的结果 你满意了吗 希望你亲眼看见我萧家 被云兰宗杀得 差点鸡犬不留的景象时 还会这么说 我很后悔 当年 我若不任性地去萧家大闹 萧家与云兰宗就不会 世上没有后悔啊 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 不要再提了 带我去见云运 跟我来吧 老师在那儿 你去吧 三日之后 我和老师就会离开 驾马帝国 你们决定去哪儿 不知道 斗际大路这么大 老师想去哪儿 我便陪他走到那儿 你来了 朕要离开迦马帝国 云兰宗没了 我就没有任何 留下来的理由了 我在这迦马帝国 困了这么多年 能够出去走走 倒也不错 斗际大路强者无数 遍地险恶 你一女子闯荡历练 岂非自讨苦吃 这迦马帝国 虽然没有外面世界精彩 可却能保你安全 怎么说我也是斗黄巅峰的强者 又请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 不愿意 我不恨你 既然不恨 为何还要执意离开 不如 你留下来帮我 你忘记了 我的身份立场 本该捷径所能找你报仇 但你知道 即便我可以 我也不能 这是云兰宗多年的收藏 你拿着 算是为老师犯下的罪孽 做一点补偿 真的非做不可吗 我很庆幸 当年在魔兽山脉 遇见 并认识你 可惜 我们最终要回归各自的生活 这片云不知归籍 游游问你何处去 知己去离别时的你 让年少 欲击 情念过 却难忘记 愿我入那时的风 拂去尘世宿命 情拥着你 苍穹 销声 吹起 四生 鸿蒙 一处军区 前路重山 军里不再有你 同行 总是微梦无言 总有缓慢思念 流光总将过人搁浅在断肩 残天不成绵 虽然能感知到 多皇级别的那一层臂长 但要突破 还需要一个奇迹 魂殿随便一个护法 便有着斗宗级别的实力 想要救出父亲和老师 我的实力 就必须要达到斗皇巅峰 乃至斗宗方有可能 不然 就是紫头罗王 勋儿走之前也受过 为达到斗宗之前 不能寻他 想必他那种族实力 也不会逊色于魂殿 你在具备保护好 谷玉的能力之前 千万不要来找勋儿 勋儿一直相信 你会站在大陆的巅峰 到时 没落的孝家 会因为你 而再次屹立大陆 这些年 我付出了常人南极的努力 一步步重拾自己和孝家的荣誉 万事开头难 既然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那后面的阻碍 绝不会让我有丝毫的腿缩和畏惧 父亲 老师 勋儿 等着吧 我萧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何方才子 难敢善罢救护 看来我萧府的皇位 确实不错 辛苦诸位了 不要慌 是我 阿哥 你培养的属下真是不错 虽然血腥气过重了些 但战力非凡 有他们守护萧府 寻常强者 怕是难以潜入 你小子要再不回来 我们可就要请海老 上云南山找你了 有事耽搁了下 这是 清明寿丹 此丹药可暂时帮你免除 施生丹的侵扰 但也只是权宜之策 要想彻底摆脱 是圣丹的副作用 就必须在十年之内 突破到窦皇界别 定不负三弟所望 大哥 明日便邀请法马会长 和几大家族组长来萧府了 侯 你生事痊愈了 太好了 那明日便看三弟你的了 没想到家老也会大驾光临 小子实在有失缘营 这等大事 怎能少了我皇室 老夫可也是想亲眼见识一番 萧衍小兄弟的手段哪 既然诸位都已经到齐 那我们便开始谈正事吧 如今云兰宗已彻底解散 虽说是除了一个大患 可也因此削弱了帝国的实力 导致加马帝国 在西北地域的地位严重下降 身为加马帝国之人 想必并不乐意看到这种局面吧 诸位也知道了 我萧衍的一些打算 帝国内拥有强大的势力 也会使得所在国地位提升 如今云兰宗解散 那么我萧衍 要建立一个比之更为强大的势力 今日将诸位找来 便是希望 你们也能够加入这个联盟之中 共谋前程 萧衍小兄弟的意思 想将我们几大家族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单一势力 那和云兰宗没有太大的区别 难道萧衍小兄弟也想称霸帝国 这话还是我来说吧 三弟的意思是 想邀请大家加入 形成一个联盟 而这个联盟保护着所有的成员 说句不客气的话 诸位在帝国内确实有几分危机 可在西北地域 所谓一戎俱戎一损俱损 三弟的提议并非他一人得力 联盟成立后 你们三大家族 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联盟会将功法斗技 提供给各个家族 用来培养强者 为联盟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而身为联盟成员 能得到最为完善的训练和培养 今后所获得的成就 自然是不可预估 不错 若是如此 倒是我们占了一个大便宜 只是不知道 要加入联盟 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代价便是 凡加入联盟者 日后则不能以家族自居 必须将联盟视为家族 维护其一切利益 这 这 诸位放心 联盟并不是一家独尊 我等会成立长老院 这才是联盟的最高决策机关 作为创建人的诸位 都将在长老院中 占有一席之地 日后便绝技不会再有 这般容易 我米特尔家族没有意见 这长老院的第一位长老 并由老夫来当吧 这害老头早与萧家 穿了一条裤子 装什么装 就是 既然海老都同意了 那我穆家也没有意见了 我娜兰家也同意加入联盟 只希望萧炎小兄弟 日后能善待我等 加入联盟便是盟友 之后谁敢动穆家和娜兰家丝毫 得先要看我萧炎是否答应 多谢萧炎先生观照 法马会长 不知您有何意见 萧炎小友 你也知道 炼药师工会与家族不同 工会对炼药师 没有严苛的限制 他们大多是自由身 工会已无法代表 他们的选择 不是老夫不愿意 实属不好做啊 若是联盟 能在十年之内 为工会培养出至少十名五品炼药师 以及 助法马会长成为六品炼药师呢 我萧炎接触炼药 不过七年时间 便已知六品之间 单凭这点 想必法马会长 便不会认为我是在信口慈黄吧 七年便已知六品 这种速度实在是太可怕了 或许他所言非虚 毕竟他的老师是那位前辈 好 若萧炎小友真能让我炼药师工会 十年中拥有十名五品炼药师 那老夫承诺尽全力将工会 纳入联盟之中 炼药师不管在哪里 都是斗器大陆上最为重要 与稀少的职业 炼药师工会能够加入 这联盟的潜力将会无可估量 萧炎小友 不知皇室能否加入这联盟之中 也让我皇族十年内实力大增 家老有这个念头 萧炎自然是欢迎之志 只要皇室加入联盟 萧炎必竭尽所能 此后联盟与皇室获福相依 既然这联盟已成 不知可有取名 联盟之名唯有二字 我们可称之为炎盟 好名字 来 我等敬萧盟主 敬萧盟主 长老院可决策盟主意志 放权过大 只怕日后会是个麻烦 这些人可都是些老狐狸 有大哥在 这不会是什么问题 你小子是在夸我 还是在骂我 呦 萧盟主 这称呼可真虎人啊 一直都没机会 对诸位说声感谢 不必客气 我们本就是想来历练一下 此次也只帮忙拦截了长老 碰上真正的强者 倒是一点忙都没帮上 别妄自飞波 你们可还年轻 等到了云兰宗长老那般年纪 恐怕早就到了窦宗界别 这倒是大有可能 虽没能参加真正的大战 但我们也有了不小的收获 这几天 我们三人先后提升了至少一星的实力 这么说服下斗灵丹后 你们三人还能再提升一星 斗灵丹 就当是我对你们此次相助的酬谢吧 那我们就笑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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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萧炎兄 谢谢 半月之内 三枚黄鸡丹便会送达三位手中 好 萧门主哪里话 您的信誉我们自然是信得过 之后我二哥回黑角域掌管萧门之时 还望三位多多关照 这是自然 我等定会鼎力相助 萧炎兄 我等离开黑角域也有几个月时间了 不好久留 这便与你告辞了 你多多保重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喂 萧炎 你给我的药丸早就没了 什么时候给我炼池啊 早给你备好了 这小蝉虫 这还差不多 多多 多谢了 以如今你的实力 大可以强行命他们加入 何必要如此麻烦 若是强逼他们加入阎盟 那也不过是一盘散沙 倒是别说对抗其他来犯的势力 光是内斗 就会耗尽联盟的气数 再过一两个月 我们的一年约定便是要到了 难道你不知道 一旦我服下赴魂丹 你绝对是第一个死在我手上的人 还是你以为凭你现在 能与我抗衡呢 我自是知道 但约定尚在 我自然不会回约 并且你一直在寻找药材 如此期待之情 难道我还不能理 那些药材全被子言吃了 你若真着急练制丹药 赶来送死 不必大费周章 直接与我说 我送你一掌便是 没有卷之光 还剩下 不要以为本王心意有所改变 只是想让你多活一段时间而已 好 我 我好像快要进阶了 果然如此 刚好 我也有要突破了一招 需要寻个安静的地方 闭关禁忌 既然你也要进阶了 那我们便一起吧 大哥 二哥 我先去做些准备 嗯 你提升实力自然是最重要的 阎盟中的事情交给我就行 嗯 你要带紫妍去何处闭关 魔兽山脉 紫妍晋级需要庞大的能量 魔兽山脉倒是合适 不过他跟着你去 我不放心 我要一起去 不用吧 这是去闭关晋级 又不是游玩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走吧 我第一次历练便是在这里 嗯 一座小镇有什么好历练的 这青山小镇 可是来往魔兽山脉的唯一途径 此地舆论混杂 这是谁啊 对啊 好漂亮啊 哦 哦 你快看 好美啊 怎么没见过他呀 怎么这么好美啊 算了吧 想跑 今日你血战拥兵团 一个都逃不掉 我等已让出了青山镇 大部分地盘 你们又何必要赶尽杀绝 这卫门也太嚣张了吧 嚣张了 又怎样了 老大说了 血战拥兵团 一个不留 不过灵儿小姐倒是例外 我们老大 可是只盯了今晚就要了 哎呦 他们怎么会招惹到 蛇巢拥兵团啊 这可完蛋了 是啊 蛇巢拥兵团背后 可是站着拥有 窦王强者的贺家 这血战拥兵团 怕是要灭团了呀 哎 啊 卡哥 卡哥 我跑不动了 灵儿 不能停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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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儿小姐 乖乖跟我回去吧 等你把老大伺候好了 说不定我也会享受一些好处的 哈哈 哈哈 灵儿 快逃 新魔兽杀败 嗯 哼 哼 哼 卡哥大叔 哼 哼 哼 畜生 哼 哼 你叫破喉咙也没用的 整个青山镇 还没人敢管我们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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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插手蛇巢英兵团办事 好小子真有种啊 居然敢招惹我们蛇巢英兵团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团长是贺家的女婿吗 多谢小兄弟出手相救 不过您还是尽快离开吧 若是他们的强者赶过来 想走就难了 放心吧卡康大叔 我要保你们 这整个加玛帝国 便无人敢动手 大言不惭 上 给老子砍了他 再敢上前者 死 你究竟干了什么 让他走 再敢仗势欺人 他就是你的下车 还没想起我是谁吗 你是 萧炎大哥 你是萧炎大哥 我这包子伸出炉子 卡康大叔 灵儿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 你们还在这青山小镇 萧炎 我真是你啊 这才几年没见 你便如此厉害了 你的名字 倒是与最近传得 沸沸扬扬的 阎盟盟主相同 不过听说 那阎盟盟主 可是有着 能够与斗宗强者 相战的实力 你们应该 只是通明吧 或许吧 萧炎兄弟 多年不见 本不该如此 但我们血战拥兵团 如今遭遇大难 能否恳请您 能出手相救 事后卡纲 愿为您做牛做马 快起来吧 你们二人不必如此 你所说的大敌 是 便是方才那 蛇巢拥兵团 他们团长 是一名六星斗铃强者 在这青山镇中 无人能敌 六星斗铃 卡纲大叔 我此心还有要事 需要尽快赶往魔兽山外 或许 不能在此耽搁太久 你将这些火联瓶收好 若遇见那蛇巢 傭兵团团长 就用斗器 催动瓶子投掷过去 危机自解 另外 这玉片 由我一丝灵魂印记 若是以后 真有生死攸关的大事 可将之捏碎 我会现身遗住 哦 哦 卡纲大叔 灵儿 今日尚有要事 便先告辞了 日后若是有机会 应该还能再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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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 人呢 哦 哦 啊 绣炎兄弟的实力 已非我等可以揣测 这次我们有救了 走 去救人 嗯 嗯 药香浓郁 果真是个宝地啊 这里与世隔绝 人际罕至 并且能量精准 对你的突破 会有其大的帮助 啊 啊 怎么拜啊 哇 嗯 啊 普通 普通 ga 啊 啊 啊 滚开 这些四肩魔兽 竟能在我的威压之下坚持一瞬 有些古怪 这里以前倒没有什么魔兽会打足 没想到几年没来 竟变成一处兄弟了 走吧 那 我们暂且住在这里吧 捡漏了点 你能习惯吗 有你相伴 谁拿我的习惯 时光飞逝 这里依然如初 小一仙 你究竟去了哪儿 没想到这里还有人住过啊 小心 门上有剧毒 看来真的已经有人霸占了这座山谷 此人极其擅长使毒 一旦沾染上会很麻烦 哼 阁下 若你再不现身 我现在就将这山谷毁掉 为了此处 今天一三年 就永远留在这里吧 刘相 可还没有人够资格对本王说这种话 好烈得多 竟然连采灵的斗气都能服侍 是死之命 离开山谷 否则 死 哼 今日不管你走还是灵 你这条命 本王要定了 这人究竟是谁 如此强悍的实力 不可能是极其无名之辈 可我为何从未听说过 这家伙好强 居然能和采灵借他这么久 而且他身上的味道好怪 闻了后头好晕 不能再让他继续散发毒气了 不然子言会有危险 简 禀珠无息 待在这里不要乱到 阁下究竟是谁 一块子言 这位朋友 赛下硝烟 此地乃是我与一位好友找到的 这主人家 这主人家 可不是你 小神 红柔 跟他废什么话 此毒物虽然诡异 但本王要拿下他也不难 嗯 敢问阁下明慧 硝烟或许听说过 你二人实力强迫 或许不受毒素影响 但那小女孩不信 这剑烟 可借他体内之毒 此地既然是你与好友所失 那便还给你吧 小夜 我走了 不要来找我 小一仙 是你 彩琳 找我宝贴 小一仙 小一仙 小言 此生命运 若知相逢 如梦一场 永远再见 小一仙 此时相闻不相闻 小一仙 你还以为我 你用证据 怎么了 小一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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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家伙 为什么敢见我 你认识先前的人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我多年不见的好友 这人一身独工 诡异莫测 先前与他交手时 便察觉他时而清醒 时而迷茫 精神极不稳定 或许 这便是他不愿见你的缘故吧 他为何会是如今这副模样 难道 恶难毒体 你 他已经走了 回去吧 紫言还在山谷里呢 小一仙 我不知道这些年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我当年便说过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萧嫣 都会视你为朋友 这承诺 从始至今 未曾有过丝毫动摇 小言 别想到会再次遇见你 也快会不见你 我只是想让你永远只记得 那个善良的小一仙 而非如今熟染无数血腥的 毒女 希望我们日后不要再碰见 我的命运便是如此 再恶难重生 再恶难重生 糟了 糟了 找不到不对劲的地方 那毒气隐藏的急身 我炼制的解毒丹 竟对这毒气没什么效果 你要用他给的东西 谁知道那家伙给的 是不是真解药 万一出了意外 害了紫妍 他不会骗我 而且 不使用这个 你还有其他办法吗 我 我 我怎么了 你刚中了毒 才吃下解药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有些饿 我感觉有些饿 走 我带你去找吃的 小爷 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你们去吧 我需得抓紧时间闭关 好吧 那你赶紧突破 然后给我练好吃的 知道了 知道了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夏琳姐 终于开始紧接了 终于开始紧接了 黄鸡蛋药性真是霸道 好在我及时散伙 没出什么岔子 不过贪心了些 舍不得最后一副药材 且过气息不稳 引发爆炸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紫言所谎 他要进阶了 他化剪已经好多十人 到现在都还没有半点移动 看来这进阶时间不多 你的气息也越来越虚浮不定了 体内的斗气时强时弱 怕是很快便要突破到斗黄了 这次脸蛋对我的好处不小 据我所料 这个突破契机 很快便会到来 斗王与斗黄之间的差距极大 想要突破 至少也需要半年乃至一年的时间 方能真正地完成褪月 此次炼丹持续了一个月时间 想必大哥他们派来的人也到了 等我将丹药送出去后 便回来必死关 此次闭关 不达斗黄绝不出关 老师 等着我 弟子会极快提升势力 将你女父亲解救出来 放心吧 我在照看子言时 也会顺便替你护发的 既然如此 那便先多谢了 我先将药送出去 这是 卡钢大叔 这余品看着笑 当围里着实惊人 能中伤我女心的同时 还能击杀我赫家两位强者 若是能多搞定这个东西 十几个一起丢出去 岂不是都往强者 也要粘逼锋芒 这个东西 你是从哪龙来的 在山中猎取魔兽时 偶然所得 可不可以说 我没事 我只好待 说了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 我已经说过了 只是我在魔兽山脉中 偶然所得 最后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还是不说 住手 住手 看来你是一心平伏 这一件蛇虎 便用灵魂的剔剔 继继 一个人 我 我 你 我 我 你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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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贺家之事 还请不要独管闲事 吃了雄心抱死胆了你 敢来我贺家撒野 咳 阁下究竟是什么人 今日之事 难道还真打算插手不成 移住香之内 离开青山镇 我可以到此时未曾发生过 真是好胜可危啊 这么多年 你是第一个 敢如此跟我说话的人 乳秀未干的小子 也敢口出狂言 就是 居然敢威胁家族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他怕是不知道 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谁吧 兄弟兄弟 这次是我鲁马了 不该连累你啊 卡钢大叔 放心吧 今日血战拥兵团 不会再有一人伤亡 看得起来 阁下不思寻仓人 但我贺家 也并非无名之辈 我贺家纵横江湖几世余载 敢与我贺家做爹地 就连青山镇都走不去他 上 多了他 哼 这世界上 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总是那么多 这一巴掌 是为卡钢大的公道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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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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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国之中 莫子时候出现了 如此年轻的当皇强者 黑帽 金小 小 小 小野 你是阎盟盟主小野 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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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盟主饶命呐 不知道小盟主大家光临 心前多有得罪 请小盟主不要跟小人计较 怎么 不想留下我了 小盟主 别开玩笑咯 刚才是我瞎的眼 才将主意打到您的身上去的 现在知道您的身份 再借我几个胆子 我也不敢冒犯呐 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你小人一般年轻 小大哥 他竟然真的是那个 打败了窦宗强者的阎盟盟主 我去啥 与阎盟盟主有交情 小盟主 前些日子 我贺驾已收到阎盟的邀请函 而小人也早就决定要加入阎盟 前往阎盟白见盟主 没想到这么快就亲眼看见您了 果然是人中龙峰 十厘朝群 看来大哥已经开始谋划壮大阎盟了 不想人 收拢帝国内的众多势力 确实必不可少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 何且 只要对阎盟忠心 我自会记在心里 待日后有所攻击 虽不敢说能让你直接突破这窦皇 可窦王巅峰倒是不成问题 多谢盟主 我贺驾定会忠于阎盟 鞠躬精彩 另外 血战拥兵团与我是旧时 今日只是可以接过 但日后你贺驾再暗中动什么手段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小盟主 今日是我贺钱不眨眼睛 得罪了您的朋友 日后定会给血战拥兵团的几位当家赔罪 卡格纳书 这丹药能在短时间之内 使你的伤势痊愈 不敢当 不敢当 没想到萧炎小兄弟 就是那炎盟盟主 我 今日之事已解决 卡格纳书 灵儿 我还有药师在身 告辞 恭送萧盟主 恭送萧盟主 萧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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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嚯都 出去这么久 你气息波动越来越大 体内斗气也不断外溢 必须抓紧时间闭关了 刚才送丹药时 碰上了点小麻烦 体内斗气爆发后 这斗气便越来越不受控制 小丫头 我也要闭关了 希望等我出关时 你已经进化完毕了 不然的话 我就把你丢在这荒山野岭 这次突破至少也是半年光景 怕是要辛苦你了 等你闭关出来 我会回祖中一趟 这次回加马帝国 我还未曾回过蛇人族 需要 我跟你一起去吗 不用 我们蛇人族不欢迎人来 时间紧迫 我立刻开始闭死关 神与紫妍 就拜托你了 看来这家伙 是怕去神与紫妇 是怕去神人族 希望你们能顺利突破吧 没想到才刚刚开始 没想到才刚刚开始 凝聚的斗气 就强到了这个地步 竟然引来如此庞大的能量 竟然引来如此庞大的能量 这帮犯人的东西 空间封锁 这样一来就没事了 真是哪个不让人省心的家伙 真是哪个不让人省心的家伙 我没有办法召唤 什么 祖中遭遇大难 我必须回去 等事情解决完毕后 我会回来的 这道防御足够保护你们 在此完成境界了 危险的 万言的长河 若也就随意漂泊 若也就随意漂泊 从不留恋着 那些早已褪去的颜色 换掉了固扯 该放就放 也许不必背负 太多枷锁 过去了就过去 就过了别过 何必再多说 赢了了就去做承诺 不应对脱 不是执着 不应对脱的主要调色 是你 是我 神功吧 无需珍重 从事之中 总是相伴的 主要调色 是你是我 是你是我 陪你陪我 这便是冬黄的感觉吗 陪你陪我 这里是 魂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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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你 天 洛萱 该死 魂殿果然强着中毒 刚才那灵魂冲击 恐怕比雾火法都强 不过 至少老是还活着 只要还活着 那么便一切都有机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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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琳呢 这是 蛇人做出事了 按他所说 事情解决之后会再次回来 难道 到现在还未完成 看来蛇人做此次的麻烦不小啊 罢了 这段时间就让我来守护他吧 正好竟接了窦皇 帝尹爵第二世的翻海印 也可以修炼了 快点 走 快点 快点 下个小火 快点 快点 好 我怕整个山谷也承受不了这一击 先拿采琳的封印试试 翻牌尽 斗宗的封印都承受不住 果然还是采琳的古法厉害呀 紫妍是要进阶成功了吗 仙女的封印都身上 这是紫园 这家伙还是孩子猩猩 快山上 怎么回事 看来你虽然进入六间 也还没彻底化解掉化形草的药力啊 你还笑 都怪你 都怪你 安静点 不然就不给你炼制化形丹 让你一辈子都是这个模样 该死的化形草 这样也不错呀 多讨人喜欢 这 口是心非 你明明最喜欢刚才那样的体型 贾琳姐说了 你们男人都这样 好了 既然你已经进阶成功 我们就回去吧 这是彩琳姐留下的 她回去解决蛇人族的问题 可能遇到了麻烦 等出去后 我们可以去帮帮她 你先后退 我来打破她 我来打破她 就知道有麻力 跟我来 我带你出去 差点忘了 你对各种节节免疫 把毕竟涉热 我让她承受 我让她 reasoning Almost 你干嘛 一路飞来 似乎有些太安静了 周围没有魔术的气息 不过空气好像有点异味 小心 空气中有毒 是那个人放的 不是 这毒气与他相比 简直天差地灭 不过 为何会扩散出这么多 跟我来 快捂住鼻子 好难 救呀 开门投降吧 在此城内 一个活口都别想留下 他不过是在玩猫猪耗子的游戏罢了 不可能放过我们的 毒气已经蔓延上来了 日记等死 不如开了尘门 通与一时班坑 或许还有一些生计 难道 打开尘门 期限投降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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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幸者 赶快为八千万千万全 手神也不知 蛤 翁 疏 sci obsessed 蟋 你 就乖乖 等死吧 这 就 已经投降了 你 可恶啊 已经出尔反尔了 不跟你们玩了 都见冤枉是吧 小炎兄弟 苏大哥 小盟主 你可算来的 不好 是甲马帝国的强者 老人饶命 把丹药化到水里 给中毒的人服用 是 多谢盟主 卡根大叔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那些家伙 应该是毒师吧 我闭关了一段时间 难怪小炎兄弟不知情 那些毒宗之人 趁着战乱渗透帝国 在我国为非作歹 战乱 嗯 没错 如今帝国 被那毒宗联手 金燕宗和木兰谷 搅得天翻地覆 听说 三宗联军 已经濒离 黑山要塞城下了 既然如此 那硝烟也就不多留了 诸位保重 能不能保重 小美人 你们凌延城 已经被五婆攻破 三宗联盟的人 早已杀入加玛帝国 你还能跑哪儿去 混蛋 等我能伤势恢复 定把你们撕碎 尽快解决掉它吧 我们深入加玛帝国太多了 万一遇到其他强者 就麻烦了 看来 要辜负女王陛下的冲托了 你没事吧 你是驾马帝国的人 若不怕是毒药的话 可以试试吃下去 好强的弹药 多谢 我是蛇人族的月妹 这位朋友 金燕宗办事 还望不要插手 小心伤了何气 金燕宗 我正想会会 莲香西域也不分时候 可火环棒 动黄枪者 不要让他们跑了 逃得掉 不知道黄大人名讳 约妹统领 你难道真的忘了当年那个 被你追杀千里的硝烟吗 我们蛇人队的敌人 永远不死不休 把你的秘密告诉姐姐 刚刚不是挺厉害的吗 是你 约妹统领记起来了 你想怎样 放心吧 约妹统领 萧嫣可不是什么小度量之人 萧嫣 萧嫣之主 说不上主人 只是整合了帝国内部的势力罢了 果然是你 不过你这盟主可真不负责任 萧嫣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一直都未出现 若非我们女王陛下 萧嫣早就和加玛帝国一起 被三宗盟军灭了 这段时间我都在闭关 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 听说黑山要塞正被三宗包围 那边局势如何了 那边局势如何了 不输女王陛下 她独工鬼灭 也蒙众多强者联手 也难抵一耳 金燕宗的宗主燕落天 实力虽不及独宗宗主 但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 而木兰谷 由三位斗皇巅峰的强者 修炼了一套合战功法 战力堪比斗宗 女王陛下跟那位独宗宗主交了几次手 双方各有损伤 但因为金燕宗和木兰谷的存在 女王陛下却不敢闭关养伤 如今黑山要塞 朝不保夕 什么 彩琳姐姐受伤了 小妍 我们赶紧去帮彩琳姐姐吧 先带我们去黑山要塞 彩琳 坚持住 我马上便来 根据情报 这次率兵来的是金燕宗宗主燕洛天 和木兰谷的三大长老 燕洛天是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 木兰三郎也堪比斗宗战力 就算那独宗宗主没来 女王陛下 你的伤势还好吧 无碍 这次多亏女王陛下了 我只是为了蛇人族考虑而已 也不知三弟如何了 这闭关都一年了 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 这小子总是在关键时刻玩失踪 倘若三弟能顺利晋级赶来 那以他窦皇的实力 和层出不穷的底牌 我们的局面就会好许多 都一年了 那家伙还没出关吗 再晚些 只怕加马帝国和蛇人族 都将不复存在了 加马帝国还真顽强 竟能在三宗联军的攻击下撑过一年 也算在西北域打出名声了 不过可惜 你们注定要一败涂地 燕落天 你不过是个二星斗都 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 哈哈哈哈 久闻美杜莎女王美艳非凡 果然名不惜传 找死 这女人难道没有受伤 还这么强 本宗可没有与你单打独斗的打算 哈哈哈哈 嘿嘿 北杜莎女王 今日便有我们三位和燕宗主 乃与你过过手吧 木兰森老 这下混蛋竟然以多欺少 我们去帮美杜莎 上次交锋 你二人已受伤不轻 更何况若是出手 三宗的其他强者 定然会趁虚来攻 到时候 就没人能阻拦他们了 若是三弟在就好了 以她的实力 拖住一方应该不是问题 那美杜莎女王 就有余力解决掉另一方了 美杜莎女王 可别怪我们没风度 若不联手 恐怕无人奈何得了你 联手就联手 何必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 女王陛下 我们所图不过迦马帝国 与你蛇人族无关 你若是率领蛇人族离开 你当怪王室三岁志同 既然如此 那让蛇人族 一起消失吧 三位 动手吧 走 快П 快离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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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鄙 已多欺少還偷襲 女王陛下 你現在受傷不輕了 入了本宗主後宮可饒你 他不行了 今天我們就讓他暈落在這裡吧 可不可以 繼續 快 彩琳 我来晚了 回我加玛帝国 伤我阎盟 你们真是找死 三弟 这家伙终于回来了 少女之事 冻黄气息 突破了 彩琳姐姐 女王陛下 你们也来了 你受伤了 是哪些家伙下的手 我去收拾他们 你别冲动 小声而已 赶紧扶下 有把握拦住一个吗 你随便挑个便是 剩下的 由我来 你就是那个当了一年缩头乌龟的阎盟盟主吧 区区一个窦皇也敢跟我们叫吧 没想到阎盟之主却是这么一个矛头小子 难怪这加玛帝国会沦落到这般下场 看来肖某今日有义务为自己挣一下名分呢 子言 你们先回去 你真可以吗 对面的实力 可是堪比两位斗宗啊 哎呀 放心吧 还没问题的 哦 夜露天交给我 你也去拦住木兰的三老头 没问题 三位 对付一个窦皇小子 应该用不了多久 十招内就能解决 到时候我们便会去帮你 嗯 小心他们的三手蛮黄爵 阎盟之主 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若是以往的云蓝宗 或许还会让我们记得 不过这个阎盟 可是还不够这资格 我硝烟能灭了 让你们都忌惮了云蓝宗 自然也是能将你们给灭了 天火三玄变 灭你琉璃变 好 好 尹 呸 哗 尹 以啊 呕 呕 有活 不要玩了 一起斗手 宰了他 我还是多多个师弟 怎么他也是斗座 这家伙 这家伙 果然是在逞强 放心吧 那小子 还有很多地盘没有施展呢 这三寿蛮荒诀 是将你们三人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但每次 只能供正面对敌的那人 施展出斗宗戒备的力量 对吧 小子 没想到这么快 你便能看出点东西 这么说来 当一个人施展这股力量时 其余两人就会露出破绽 那又如何 凭你的速度 还远远无法超越 这力量的传递速度 如兰三老 你们干什么 快解决你小子 三千雷动 三千雷 居然能分身 你们看得出谁是真身吗 这个小子 这是为何有最从未净净的 你各自小心 发现本体 便自己调动力量 在我这里 别 三千雷动力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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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假的 本体在你那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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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啊 不好 我这个也是假的 把蹄 放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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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本指望三帝能拖住一方斗宗 没想到他竟然直接给干掉了 是啊 第一次竟然拼着挨上一击 将虎长老瞒了过去 而那两个分身 再成为引诱斗宗力量的诱饵 这心情实在是可怕 嗯 嗯 呵呵呵 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呵呵 难怪你王陛下 那么相信这家伙 这就是你们说的十招内解决他 才几年时间 他就成长到足以跟洞宗抗衡的地步 嗯 只剩两位了 不知这三兽蛮荒诀 还能用吗 小子 你不过是一时好运而已 有何好得意的 险前那一击 想必不好受吧 不错 就算少了一人 我们也能将你拿下 可别嚣张得太早 哼 那就来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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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好 就不顾一切 去到那闪电 也许 只因永远太远 封空了昨天 记忆在沉淀 多美丽又太耀眼 多些时间 再多些贪念 只因太想念 抱歉 未来的路那么近那么远 我愿意把它许愿给时间 就算手中 情色会断了线 也要与你并肩 相互成全 梦中的脸 那么近 那么远 我愿意拥抱 泛勇的眷恋 就算乐园 藏了伤面佳面 我不想诺言 扩展的章节是明天 我愿意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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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拥抱